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明五月上任的警队 义哥今天就发文告指出 尽管已经发出了多项严厉的警告 但是还有不少的警员 包括一些警区主任 OCPT和下属一起涉嫌收钱 那么俗称 我们俗称的就是发过年财 尤其是在加劫期间 情况就特别的严重 平时这些贪务的 我们统称为他们是 那么在一节期间 就给他另外一个新的词 叫做Dread Raya 那么这些贪务回来的钱 被警察们声称是 开债节的捐款 哇 将贪务回来的钱 跟捐款画上等号 这也是太厉害了 那么大家不晓得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每当过年过节之前 我们开车的时候 总会特别的小心 担心在某一个转角 或者是书下 或者是天桥旁边 看到你不想要看到的 这个警察 一旦发现你违规 比如说你在讲手机电话 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还是违规超速之类的东西 那么警员就会把你拦截在一旁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东西 大家心里都有事 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是 所以这种感觉 也会提醒我们 要更加的小心开车 守规矩 那阿杜哈密也说 警员不要为了钱 出卖自己还有团队的尊严 必须立即的停止贪腐和滥权 他在上任之后 就严厉的警告警员 不得贪污滥权 一直重复的在提醒 根据日前的报道 数名警员和警官大意灭亲 指名道姓 并且是提供了证据举报警队之内的 一些害权之马 指控警阶为副总监和高级助理总监的 高层警官 涉嫌贪污滥权 行动党 这个甲洞区国会员林丽颖 就指出 近期接获一些民众的这个举报 甚至是警员和警官的匿名举报 指警队内有高层警官 不只贪污 还涉嫌滥权跟舞弊行为 他就被告知 表现良好的警员 如果你们想要升职那班干的话呢 那么就必须暗中贿赂 然后苏通不给阿曼 警察总部的某一些高层 方便获得升迁的这个机会 如果这一份报道是属实 如果他所收到的这些举报是属实的话 那么这就是用钱来买职位 那么一旦负责执法的警队 强调几率的这个警队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 它将严重的影响到警方的执法工作 因为你这一边呢 你就用钱来买你的这个职位 另外一边呢 你肯定要想办法找回这些 你原本用来贡献给上头的这些钱 那么你会用什么方式呢 你肯定是用贪污的方式 如果这个方式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进行的话呢 那么这个贪污呢 就像雪球这样 就会越滚越大 那么情况呢 可能就不受控制了 是 那林烈颖就说呢 他手中掌握了警队涉嫌贪污 高官的名单 有关人物呢 几乎是令他难以相信 因此他决定要向反贪污委员会举报 那说回阿杜哈密 他上任之后呢 就整肃警队 除了警告黑警停止勾结布法集团 阿杜哈密如今就要求下属 不要趁着开债节 收轻包来发财 他说呢 更令人作偶的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警员声称 这笔募款是用在贫苦穆斯林家庭身上 那么阿杜哈密上任之后呢 是做出多项令人有期待的这一个动作 比如说他不断的强调说 警告警员不得贪污 同时呢 他另外一项陈俊呢 就是推动革制了14年的IPCMC 这是过去历任的全国警察总长 一直想要推 但是推不动 因为当时这个IPCMC的建议 面对了庞大警方内部的这些反弹 认为说不需要再增加多 另外一个来监督警队的这个单位 不过呢 阿杜哈密上任之后呢 就推动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呢 政府期待 我们期待说 他能够尽快的落实这个IPCMC 那么阿杜哈密的这个强悍的作风呢 也引起了行动党资深领袖 林吉祥的这个关注 所以他就公开称赞阿杜哈密 认为这名全国警察总长 是过去60年来 以及前面11位总警察 警察总长所做不到的东西 他做到了那一些11个前任者 所不敢做的东西 不过呢 他才刚刚上任 不到一个月 5月才刚上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这名全国警察总长的这个 执行的这个能力 当然他已经把把这些 他的这个方向 把他的这个政策告诉警队 我们必须要连着不得贪污 那么希望他在接下来 执行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 能够贯彻他的理念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